你好,欢迎收看12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18号公投日这一天,县长许正会协同的丈夫立委傅昆琪前往了 位在吉安国中的投票所投票 投完票之后,傅昆琪表示说 这是向公投案关系着代代而尊发展的抉择时刻 他期望结果可以天佑台湾 10月18号办理全民公投 花莲县有27万人有投票权 全县共计有327个投开票所 现场许正会9点37分 汉立委傅昆琪一同到第144投开票所 吉安国中投票 两个人看起来心情不错 可能是因为是单纯公投 现场人少不多 不用排队 两个人均在5分钟之内完成投票 台湾到一个民主发展一个最关键的时刻 未来到底是民进党一党专政30年 还是台湾依然有民主的开放的一个社会 未来到底是家家户户都要吃莱克多巴胺的毒株 还是要用一度6块7块的绿电 让物价能够持续的 物价飙涨3倍4倍5倍 台湾社会是不是能够来承担 我想这已经到一个最后关键抉择的一个路口 我想在这里啊 我们今天出来投下神圣的一票 也希望全国的乡亲都能够出来投票 因为毕竟啊 500万票的门槛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以后所有的公投都被没收 所以我想今天啊 人民应该为了自己的孩子 家人的健康 以及未来国家社会 是不是要用一度6、7块的电 物价再涨个3倍 已经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刻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做自己 所有全国国人能够出来投票 我想这是一个 关系代代而孙 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后的抉择的时刻 今天天气虽然有降温 但是啊 如果这是一个变天的征兆的话 我们也希望今天民权能够得到胜张 这三天努力的一个公投争传 对今天的投票结果 你见 怎么看 我想这个是尽最大的力量 让人民了解过去四大公投 很多的百姓相亲都不了解各种的原因 我想我们有责任跟义务 尽量的来宣导 那至于啊 结果啊 希望天有台湾 由于立委复困 就相信了 许正会在公投的前三天 在全县扫街宣讲 面对媒体询问 对今天的投票结果怎么看 他表示这是进出了他的力量 让人民了解 过去四大公投 很多百姓相亲都不了解 而他们则是有责任义务 尽量的来宣讲 至于结果 则是希望天有台湾 记得终于简单 不得